邱莉莉 她點名稽查一個叫南原農場 我們一般人不知道 什麼農場啊 原有是什麼弊案 結果不是 那華華昌把她解析起來 欸我覺得這很明目張膽 這是典型的查水表 而且查一家南原農場 結果南原農場的老闆 就是起訴 是不是就是起訴 政府議長會選案 起訴邱莉莉等人的檢察官 她老公家 是 哇靠 那這樣就是 明擺的是政治報復嘛 本來就是啊 而且檢察官她是辦案的 檢察官 去起訴政府議長的案子 我對邱莉莉的批評 大概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當初李全教被起訴的時候 你邱莉莉還是一個議員 你追著李全教講 所以你被起訴了 你憑什麼當議長啊 你議長下來 你沒資格當啊 那歷史畫面都在耶 結果他現在自己正副議長 會選被起訴了 然後呢 在那邊裝死 裝無辜 裝可愛 大家的要求很簡單啊 你用要求李全教的標準要求你自己啊 還是李全教他議長會選他起訴要辭職 你邱莉莉莉就可以繼續去幹 你什麼標準你跟大家講嘛 他從頭到尾不交代這種事 而且喔 他的情節 他的情節是 不是只有錢耶 他下面的那些在幫他的 他那些摟摟還去恐嚇人家耶 把議員叫出來弄上車耶 我那個時候我看到那個我彷彿覺得說 哇現在台灣是回到1990年代在拍黑金嗎 搞成這個樣子 第二個 你被起訴了以後 結果你濫用議長的職權 在議會 程序委員會直接點名 喔那個南原農場 好好去查一查 結果呢 袋子被人家放出來了以後 在那邊說啊沒有啊 他很大啊 本來就應該要查啊 奇怪了台南有多少農場 你為什麼點名南原農場 南原農場 老闆 就是什麼 就是起訴你那個檢察官的老公嘛 結果我看到這個新聞了以後 我看到這個新聞以後 我必須要佩服啊 新潮流在媒體的勢力 很大 很高的 哇 新潮流在媒體的勢力很大 這麼離譜的事耶 這麼離譜的事耶 我講這麼離譜的事是 好 檢察官辦案 夫家去被抄水表 結果我們的法務部部長 跟個小憋山一樣 屁都不敢放一聲耶 你不是覺得很離譜嗎 我如果是檢察官我仰頭往上看 嗯 敢動我的人 我幫國家 我行使檢察官的職權 然後這種位高權重的 我敢起訴他 結果他進行政治報復 結果我們堂堂的法務部部長 屁都不敢放一聲耶 摸取 我真的 我如果是檢察官我看了會心寒耶 那以後檢察官還敢辦更大的案子嗎 是啊 大家都看在眼裡啊 嗯 你白白啊 嗯 我邱莉莉在台南是 是什麼人物你不知道 敢動我 啊他為什麼會這麼囂張 他為什麼會囂張 就在台南久了嘛 嗯 這就是我的勢力範圍啊 這我的地方啊 你敢怎麼樣 我邱莉莉就是這樣啦 我拚掰嘛 嗯 他之前 後來去 我還記得他有個案子 是直接標罵警察耶 嗯 罵得是難聽的耶 然後結果被人家抱出來了以後 我誠心道歉 我深刻反省 判刑三個月 醫科罰金新台幣9萬元 嗯 你看他的所作所為 真的有反省嗎 嗯 真的有大誤欠嗎 嗯 你知道嗎 我當初講說 政府議長怎麼選得這麼辛苦 怎麼這麼激烈 那原來知道背後有很大利益嘛 就是他 敲錘 他做這個 政府議長 他可以 那個在議會裡面還是可以議決很多事情嘛 啊這是他民進黨立委 私下跟我講的 那問題就是說 怎麼會是 政府議長後來 邱莉莉莉 他透過也是 運作嘛 這一定要協調嘛 他上去了 這都是過往有一段嘛 然後 同樣是 會選案喔 而且背後那種千絲萬縷的 那個不單純喔 而且過程真的還有被壓上車嘛 對不對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然後呢 時間一過都很少人再去回顧了 他沒有半點的罪惡感或是悔感的心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還動手去點名稽查這個南原農場 那就是憔白嘛 這白藍嘛 這憔白 這 我就跟你講 憔白嘛 這台藍嘛 我心調流的嘛 那你是要怎麼 跟黑幫一樣啊 政治黑幫 最大的政治黑幫 新潮流啊 國營事業重要的位置也是我拿 有錢啊 政府閣員裡面 我心潮流的勢力最大啊 行事上的院長叫陳建仁 實質的院長叫鄭文燦啊 鄭文燦在出力的啊 新潮流的啊 他為什麼會這麼酷 就是這個樣子嘛 國營事業 我後再講 當初阿扁 阿扁政府在談 第二任 開始在亂搞的時候 最正氣凜然出來 痛罵陳水扁政府的是哪個派系 新潮流 而且李文中 新潮流嘛 對對對 當年的那個新潮流現在到哪裡去了